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96X聊球平台 我是你们主持李恒瑞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今天的课题 就是喜鹊要飞翔的话 必须要聘请他 Steve Bruce 你的这个工作饭碗真的是不薄 尤其是Newcastle现在 确定换老板过后 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事实过后 Newcastle老板也是表明的说 接下来未来的5到10年内 要去从这一个银巢冠军 要去从这一个 重新把Newcastle带回到偶战赛场上的话 Steve Bruce现在的这个成绩 在银巢排行榜上倒数第二的这个战绩 还有球迷对他的不满 看起来是很难可以 让这个Newcastle新老板去支持他的 即使给他一个一笔很雄厚资金 你也会觉得说 看不到这个 讲难听一点 非常之平庸的这个Steve Bruce 有办法把Newcastle从一支降级的球队 变成一支去可以抢偶战席位的这个主教练 如果Steve Bruce真的是如很多人意料之内的 被Newcastle炒而犹豫过后 Newcastle想要再度飞翔的话 要请谁 下一个Manager 下一个主帅会是谁 我觉得必须要是这个人 因为我觉得现在来讲 Newcastle综合的各种条件都是 非常适合这个人来接手Newcastle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我觉得真命天使非他莫属了 别走开 今天的金律课里就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人是Newcastle 现在必须要聘请的下一个主帅啦 那么在讲这个真命天使是谁之前 我们还是要来聊一聊这个Newcastle 他们的阵容到底足不足够让他们留在营巢啊 在过去的这个两到三年之前啊 这个Newcastle的阵容基本上跟现在阵容来讲 88%以上还是非常的这个类似啦 可能讲现在的Newcastle跟两三年前 Newcastle最大的产品就是这个Longstaff的兄弟 已经开始上位到一线队员 然后他们的前线上面有这个 Sam Maximum有这一个Joel Linton了 不过大部分88%以上 还是那是两三年前Rafa Benitez底下的那一支Newcastle啦 Rafa Benitez底下那支Newcastle 在Rafa的最后两年是以这样子的排名结束赛季的 分别是第10名跟第13名啦 就是中游跟中下游的方式去结束赛季 所以你看得出这一支球队 即使是没有大家口中讲的那么的好 可是他们仍然是有能力 可以排在这个银巢中下游的这个位置的 只要主帅有能力 有这个料的话 有才能的话 这支Newcastle的阵容是绝绝对对 足够留在银巢的 可是同样的一句话来讲的话 这一支球队跟两三年前那一支Rafa Benitez 还是他们主帅球队 相比底下 已经又老了一个2到3岁 所以你很难不看得出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状态 会保持在同样的这个地方 他们的成绩开始下滑 从这个第10名掉到第13名到 开始往下退 往下退 到现在目前为止在银巢倒数第二名的这个东西 你就不会觉得稀奇啊 两三年前80%一样的阵容 老了两三岁 过后整体实力下降 然后从中游到中下游到降机区 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稀奇 尤其是主帅已经不再是非常有才能的 曾经是拿过西甲冠冠冠冠冠冠冠 Rafa Benitez 是一个很多人觉得非常之平庸 可能只有银贯等级的这个 Steve Bruce去支交他们 照理来讲的话 这一支Newcastle 目前来讲还不需要太过单行降级的危机 可是如果是Steve Bruce继续这样子支交下去的话 哇 即使他们换了这个 有钱的老板 全世界最有钱的老板 Sati Albor的王室入主Newcastle 他们可能他没有机会花大钱 就又要掉回到银贯赛场去的 所以 对于Newcastle来讲的话 我还是觉得说 他们接下来真是要严重的考虑一下 Steve Bruce 到底是不是他们 最适合他们的这个主教练 这个赛季 他们首要目标还是 以保留在银超为主 然后下个赛季的这个下床 大 才真正意义上的去花大手笔的资金 让Newcastle可以在下个赛季 全部的比赛回到0分 全部的这个分差归零的时候 分数归零的时候 再重新一个同样的起跑点上去 重 重一波啦 这个赛季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先留在银超 银超现在打了 7轮 Newcastle 三合 失败 排在倒数第二 仅仅只有这个垫底的这个Norwich 1分 拿掉1分的Norwich 是排名跟分数比他们少的 前面 还有这个Bernley 还有这一个Soulhampton 跟Crystal Palace 甚至Wadford 刚刚操了Sisco Mundos Wadford 你可以讲 他们的这个赛季 目前来讲 还不是特别的稳定 Newcastle只要够真气的话 随时都可以超越他们 目前来讲 讲真的Norwich 是一个肯定是降级的球队 剩下的可能是Bernley 另外一个 Liz 这个赛季 开始不是很稳定 所以Newcastle现在还不需要 太过胆心说 这个赛季可能就 会面临到保极大战的危险 可是 当然首要的目的 还是要先杀出降级局 再去谈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看 Rafa Benitez 回到Rafa Benitez底下的话 Liucazel从 Rafa Benitez的 这个最后24场比赛 来讲的话 他们开始演变成了一个阵型 就是54亿这个阵型 在Rafa Benitez只讲 Liucazel的最后24场比赛里面 其中21场比赛 Rafa Benitez 拍出了54亿的阵容 这个阵容在 Rafa Benitez下课过后 Steve Bruce来接他的工作过后 基本上也是有延续着 打这一套的打法 可是同样的 同样的51的阵容在 Rafa跟这个Steve Bruce底下 就是完全打出不一样的东西 在Rafa Benitez底下的话 Liucazel在11场比赛里面 有两次设阵或以上的 这个数据 达到了这个11场比赛 11场11次的次数足多 11场比赛 单场比赛设阵两次或以上 出现到很多次 可是相比起 这个Steve Bruce底下 用54亿阵容的话 他的球队仅仅在 9场比赛里面 只有一次完成的 两次设阵 或者是以上的这个东西 所以 很明显这个东西 就是告诉我们说 即使是同样的 54亿阵容的话 可是 如果你的approach 你的这个战术的 这个设置啊 在训练场上的 这个训练啊 战术的 排兵布阵的布置 不一样的话 或者说 你的主帅manager的 这个质量 quality都 不同的话 同样的这个阵容 可以打出 不一样的成绩 Rafa Benitez 就是大家口中 非常有才能 非常有料的这个主帅 他可以用54亿阵容 打出一个很好的成绩 可是Steve Bruce 大家口中 很平庸的主帅 就是没有办法 用同样的 这个54亿阵容 去复刻一下 Rafa Benitez的 这个战绩啊 所以 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个 54亿阵容 非常的这个保守 可是 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真命天使 曾经就讲了这句话 如果你只是从纸面上看 这一个球队是打三中位到五中位的话 就觉得这个 队伍是非常的保守的话 那么你一点都不知道足球是什么东西 那么 讲这句话 也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紐卡斯的下一个主帅 他的真命天使 到底是谁呢 没有错 就是 Antonio Conte啦 为什么我觉得 Conte非常适合这只紐卡斯啊 讲真的啦 他 过去几年 在这个国际呢 在超西打的这个阵容 打的这个体系 就是三中位或者是五中位的这种体系 很多人就讲这种体系太过保守 可是 他就是靠着这种体系帮助国际米兰 结束掉了 Livandus 长达九年多的这个一脚的垄断 他也就是靠着这个三中位的体系帮助切尔心拿下了他们俱乐部 至今为止最后一座的阴巢冠军的奖杯 而且在他的那个所谓的 非常保守的这个体系里面 他成功解放了Lukaku 让Lukaku找到他职业生涯第二春 让Lukaku成为全欧洲最好的这个前锋 让切尔心这个夏天得以花大笔的这个资金 把他从国际米兰挖脚回到伦敦 帮切尔心二度效力 同样的 之前Konte在这个切尔心的底下 他也是用着这个三中位的这个阵数 解放了 Diego Costa解放了这个Adel Hazard 帮助切尔心拿下了那一座阴巢冠军 Konte非常适合这支Lukas 因为他的体系跟Lukas 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三中位到五中位 体系是非常的符合了的 而且另外来讲他也是一个checkbook manager 他是需要一个支票部的这个主帅 Lukas现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这个球队 他们肯定给得起这一点 Konte是一个非常有报复 远大报复跟野心的这个主帅 他要求他的高层 他的老板要不断的每年给他资金 去投入在他阵容,让他的阵容不断的翻新、翻墙、变墙 Lukas同样的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的,没有错 Konte的这一个 他跟他的俱乐部高层 每次很有可能都会闹到不愉快 可是最主要一点是 每次俱乐部高层就是没有办法 满足他翻新 或者说让整个球对阵容变强的这个欲望 看一看在国际营兰 这个夏天就是因为国际营兰财政上出了一些问题 他们告诉Konte说 我们必须要卖掉一些球形 像是Lukaku、Hakini都必须要卖掉 Konte知道在转回市场上 他得不到国际营兰高层的支持过后 他直接 眨也不眨眼的 就自己请辞 自己辞职 离开了这个国际营兰 他非常的就是高 这样子高傲,这样子态度 非常坚定的这个主帅 你没有办法满足我 没有办法在转回市场上给我资金 去支持我,让我翻新 变强我的球队的话 那么我没有必要留在这支球队里面 所以他每次会跟高层闹到不愉快 最主要东西就是 高层没有办法满足他想要的 这一个转回市场上的资金的这个 帮助 可是这一次如果他来到紐卡瑟的话 如果紐卡瑟真的有这个野心 想要成为5-10年内 资金超最好的球队 甚至杀戮回欧冠 去抢欧冠冠军的话 他们没有太多的理由去拒绝 这个Kontey的要求 Kontey要带7个助手 还是要带9个甚至10个助手 那么紐卡瑟可以在Kontey的底下 变到更好 紐卡瑟可以回到 这个欧战的席位 可以去抢银潮冠军 可以去抢欧冠冠军 整个球队变好变强 往下一个阶段去走 自然而然就得到爽赢的这个画面 所以我觉得Kontey此时此刻 真的是非常适合紐卡瑟的 目前来讲的话 紐卡瑟他们在过去 可能4-5年内都已经是非常熟悉 打这种三中卫到五中卫的 这个防守的这个系统了 他们的球员本身现有的球员 就已经是非常习惯 这样子保守的足球体系了 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 比Steve Bruce更有才能 更有料的这个主帅进来 教他们说三中卫到五中卫的 这个替法要怎样子踢 才能够真正的踢出三中卫到五中卫 这种看起来很保守很防守 可是打反守反击起来 可以打到非常之伤心悦目的足球了 如果他可以在训练场上 增进一些球员的话 当然这是好事 如果这些球员就真的是 无可要求或者说天资 就是比较偏钱 然后Kontey怎样子交都交不会的话 自然而然他也会有得到 这个Sati阿拉伯王室的支持吧 这个大量资金 投入到转位市场上去挖角 不同的球员来 增加他的球队的阵容 让他的整个球队反省变强 然后去照着他要踢的体系去踢 所以事不宜时我们来看一看战术版上 我觉得Newcastle全员健康情况底下的话 Antonio Conte的球队会是长什么样子 此时此刻来讲的话 以Conte上个赛季 在国际营兰打的这种 3-5-2的阵型来讲的话 我觉得如果全员健康的话 Newcastle的阵容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Darrow会是 这个Kal Darlow会是他们的守门员啦 这个Dubrakka谁来讲我觉得 非常的不错的守门员 可是最近这几年一直饱受伤病危机 很多人就觉得说不能够太过去依赖他了 然后这个FarbenShare 然后Lashaw回来过后应该就是这两个人 Mankiro这个位置的话可能是Paul Dumbo去接 或者是Client Clark 要看要看一看 我是觉得三中位这个位置的话 确确实实是有几个中位的位置 是可以再做调整的 守门员那个位置可能也讲 Darrow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守门员的话 也可以在转回市场上再买入啦 其他的两个Wingback的话 Mac Rich这个位置是可以增进的 Shelvey是个神经刀 Izak Hayden这个防守中场 其实也不是最好的 甚至说你可以把Hayden的位置 以后去取代Mankiro的位置 然后Jama Lewis那个位置 其实Mankiro也可以去踢 然后攻击中场 这个夏天从Arsenia清进来的Vlog 仍然是他们目前来讲最好的这个选项 双箭头就是Color Wilson加Sanxima了啦 就目前的这个体系 Contain的这个体系来讲的话 跟他们现在在转回市场上已经很快的 对没有错已经很快的 已经有几个传闻进来了 如果真的是照着转回市的这个传闻来讲的话 打落的是什么的位置 很可能就会被这个Nik Polk取代掉 三中卫这个位置的话 Mankiro的这个位置可能也是会取代掉 然后Lassell Lachi Mankiro这个位置 然后Kono Cody可能会进来 这个位置打三中卫 然后Takashi可能也是进来取代一下 Farbian Share的这个位置 然后中场的话 我觉得Izak Hayden这个位置 搞不好 Ryden的Bissuma会进来 然后Shelvey这个位置的话 Tekersman Mankiro这个位置你可以讲 把他拆下去 然后Sag Maximum去打这个位置 然后Wilson是一个前方 Zaha再进来 Zaha也可以去替Sag Maximum这个位置 可以两个的互换 甚至目前来讲最新的传闻 Liuqas想要在一月窗口的时候 买下卖年的这个前方 Anthony Marshall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很可能在一月窗口过后 就会出现的阵容 这些球员你是讲真的 Liuqas在一月窗口 要买 有多少个是不能买到的 他们不是说这几个球员 并不是说是 像是Harry Kane Paul Pongba 这种世界级的球员 然后 这些球员 可能像是Harry Kane Paul Pongba 不可能会在短期内加盟到 Niuqas 可是画面上大家看到这个 Takowski Koody Pong Lizuma Tilessman Marshall Zaha 这些球员我觉得是 他们非常有能力 非常可能可以在 接下来几个转回窗口 买下的球员 然后就单单这几个球员 就可以让Niuqas 变强很多了 我真是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环境底下 非常适合Antonio Contella 他们T的这个三中位 或者是五中位 你要这样子去 定义两个 Wingback 或者是Fullback都好 非常的适合 Contella这个战术 这些球队 就是讲明了 讲白了 就是白在那里 等着Contella来解释 你要无限的这个支票簿 你要老板的支持 你要很多的资金 要老板不断每年给你资金 去翻行球队的话 就是Niuqas Niuqas就是这个 这样好的温床 他们T的体系 非常适合你 跟你要T的体系 是非常的符合的 你要的 无限的转会的资金 他们也给得起你 真的 我再也没有 看到任何一个 跟天时地利人和的 这个俱乐部 准备着 在跟这个Contella招手说 过来 你来我们俱乐部的话 我们给你你想要的 这个俱乐部 已经是T制你要的体系了 你的工作就是 来把这个体系 进一步的变强变好 增进 增进他们 然后让我们的俱乐部 慢慢的往下一步去走 Contella 真的是我觉得 这个喜鹊要再度飞翔的话 他真的是他们的真名天使 必须要聘请他 我觉得再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俱乐部 更适合胜在的 这一个 更适合胜在的Contella Neal Carson要走到下一步 要去开始吸引明星球员家 加盟的话 首先要敲定的就是一个 Contella这样子的 这个世界级组赛 你只有 在有钱的情况底下 又请到世界级组赛的情况底下 然后又有一个 让人知道说 你要踢的足球体系 是什么情况底下 才会有球星 看到你建的这个计划 才会慢慢的 愿意去 Neal Carson踢球 不然的话 即使你有着很大笔的资金 可是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这个战术体系 或者说你没有一个 有能力的主帅的话 你也是吸引不了 多少的球星来 这个Neal Carson踢球的 Neal Carson现在有钱了 他们要搞定的就是 下一个Manager 一定要是有一个 细心能力的 Contella 而且Contella进来过后 他的这个T的东西 他的体系 必须要是符合现在Neal Carson的 Contella适合这一点 Contella进来过后 Neal Carson拿到了 有细心能力的这个主帅 体系上非常适合他们的Contella 接下来他们才能够 开始吸引其他的球星 进入到他们的俱乐部 去走他们想要 走的这个project 去建设他们想要建设的计划 我觉得Contella是 Neal Carson要去 往下一步走 要去脱胎换股的话 要重申的话 最重要的一个情人 最重要的一个旗子 就看说 Neal Carson接下来 会不会真的炒掉Steve Bruce 然后把Contella带到 这个Neal Carson来了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让我们知道一下 你们觉得Contella 会不会来到Neal Carson 还是你们觉得Contella 应该要去其他的 好门俱乐部 像是曼联 这样子的俱乐部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参与讨论 让我们知道你们的看法啦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一次再见 各位 先这样啦 拜拜